你好,歡迎選用MyDNA 我的Philis,是Prenetics的營養師 恭喜你收到MyDNA測試採養盒 為你的健康和幸福做出名字的決定 這個短片將會講解採集樣本的過程 自動安排將樣本送去實驗室分析 開始之前,請到www.hi-my-dna.com 填寫詳細資料 記住,填寫的姓名必須是採養者的本人 然後輸入MyDNA測試採養盒後的條碼編號 和確認同意書 在你的測試採養盒中包括有 入門指南、服務條款及私隱證刷聲明 回遊速遞單和回遊信封 在採養膠盒中有採養試管 試管蓋及採養雪檸書 大家要留意,在採集樣本前的30分鐘 記得不要吃東西 照香口膠、拆牙和用瘦口水 千萬不要打開漏豆蓋上的膠膜 還有在未完成採養之前 也不要將漏豆蓋蓋蓋上 一般採養過程 只需要2至5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首先要對清楚採養試管上的條碼標籤 和回遊速遞單上的條碼正確無誤 將唾液由瘦豆採入採養試管入面 沒有氣泡的液體部分 需要去到所顯示的黑線上 一隻手拿著採養試管 用另一隻手將唾瘦蓋蓋緊緊 直至聽到卡一聲 蓋入面的穩定液就會流入試管 和唾液混合 慢慢將採養試管上的漏豆領開 換上試管蓋 然後扭緊 將採養試管上下搖動5秒 就可以將抵液和穩定液混合 加入了穩定液之後 你的DNA就可以在室溫的情況下 保存最多6個月 完成之後將採養試管放入回遊信封 最後在回遊速遞單上 填上記檢人資料和簽名 然後聯絡速遞公司收取樣本 在收到樣本之後的14個工作天內 我們會寄出電子郵件 通知你可以在MyDNA網站 或者手機應用程式 瀏覽你的MyDNA報告 MyDNA還可以讓你諮詢 你的私營營養師 幫你達到健康目標 如果你對MyDNA報告 或者一些日常飲食、營養等等有疑問 你也可以通過MyDNA手機應用程式 和我或者我的營養師團隊查詢 就當我是你的健康夥伴吧 到時在MyDNA手機應用程式 想了解更多詳情 你可以去到MyDNA的網站 www.hiemydna.com 多謝收看